令妃魏家世十年间为乾隆皇帝生育子嗣最多 百年后失身出土才知道他真正的去世原因 令妃魏家世汉君旗褒衣出身 选秀入宫后为皇帝生育四儿两女 可以说以这种身份和地位得以受宠 令妃的一生详尽了荣华富贵 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永远也继承了皇位 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然而在去世百年之后 史雀家在清理御灵地宫时 发现他的尸身并没有完全腐坏 而种种迹象表明是中毒而死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贵妃魏家世 没有人敢向他下毒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乾隆皇帝赐下毒酒 那么乾隆皇帝为何要赐死他呢